你好 欢迎收看1月28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李慧 花联县文化局中华雅石艺术总会还有花联县十一文化推行协会 在石雕博物馆举办了荣耀时刻中华雅石艺术特展 28号上午举行的开幕是 展览规模非常大 分为花联馆 台湾馆 还有世界馆三大展区 超过200位县内外食友提供 将近有300件世界各地美食 10种数量是创历年之最 而展区是到3月24号 来自全国超过200位食友收藏家 提供近300件赏识金品 由花联县文化局中华雅石艺术总会 花联县十一文化推行协会 在花联县石雕博物馆 共同主办的荣耀时刻中华雅石艺术特展 28日上午正式开幕 展览规模之大 分成花联馆 台湾馆和世界馆三大主题展区 要让民众大饱眼福 我们花联的石展一般都是以推广我们在地的 10种来做一个展出 那这次呢 有分别有三个馆区的展览 就是我们的这个有世界的10种 有台湾的10种 那当然我们花联的10种 当然是不落人后了 我们放在我们花联 这个石雕博物馆的主展 这个主展场 那希望呢 各位石友前辈 跟各位党光贵宾 跟来观赏的民众呢 有别于以前 一般的观赏我们的十一的展出 艺术文化 真的不要跟任何的政治扯上边 艺术文化是崇高的 所以在今年 我们有世界馆 有台湾馆 更有花联馆 我想这些都是从我们所有人 大家一起共同努力 感谢所有的大家能够 将我们自己珍爱珍藏的艺术品 拿来分享给我们所有的喜爱者 甚至刚入门的人 我想由大家带领入 我们艺术美好的赏识文化里面 相信人生会更加的沉淀 人生会更加的丰满 而且会更赞叹 这个大自然这个世界 有多么多么多的惊喜 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惊艳 此次十种展出创立年之最 世界馆展出中国及世界各地的奇亚石 台湾馆主要展出台湾各县市特有十种 还特别结合科普教育 花莲馆就以玫瑰石 丰田玉等 花莲特有十种为展出主轴 开幕现场同时举办人气亚石票选抽奖 文创世纪 音乐表演和书法春联辉豪等 即日起展出至3月24日 要邀请民众一起谱写和见证赏识文化的新篇章 借着讲帮演和联施报道